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页面布局的方式 主要分两种 一种叫什么呢 文档流 一种叫什么 浮动流 那么一会再说啊 什么叫文档流呢 文档流中元素框的位置由元素在HMR中的位置决定 那么块机元素是从上到下一次排列的 框之间的垂直距离由垂直的marking计算得到 那么行内元素在一行水平布置 其实我们目前来说所用的是不是都是叫文档流啊 对吧 什么叫文档流呢 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的布局 是不是由我们这个HMR页面来规定的啊 对吧 块机元素它会占一行 那么两个它是垂直间的距离 是不是它的marking值 是不用大纸啊 对吧 那么这是文档流 那么文档流就是HMR中的元素啊 比如什么块元素啊 行内元素依据它们的显示属性 在文档中先后出现的一个顺序啊 那么块机元素就占一行或多行 那么行内元素就和其他元素共处一行啊 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说就点错了 这俩长得太像了啊 不是 我就想要他 有时候一人点他 感觉他俩差不多啊 比如说 呃 正常啊 我们这是我们的页面 那么我们要放一个P标签 那么P标签是不是就损带于这儿了 那么再放个DIV 是不DIV在他的下边啊 是吧 那么再放个DIV 是不是又跑这下边去了 对吧 那么如果放个SBAN标签啊 是不是SBAN标签在这儿啊 影铺的标签 再来个影铺的 影铺的是不是他们都在一行啊 或者A标签 是不是也在这儿啊 对吧 什么EM标签之类的 是不是这些都是按照我们写的这种文档的顺序来排列的呀 对吧 这就叫文档流 这就叫文档流 那么浮动流呢 浮动流就说元素从正常的排列顺序被抽离 现在我们正常的排序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么浮动流就什么意思 我正常的这个 正常的这个顺序 我给他干什么 就相当于是把正常的是一个顺序给他打乱了 不让他在这儿了 能理解了吧 不让他在这个位置了 能理解了吧 就说相当于再给他拿上边了 就说在这个的呃 现在你看着我们这个这个是单层了 对吧 你就想像他上面还有一层一样 那么就拿到上面这层里了 那么上面这个层是不是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上面这层里他是不是就到这儿了 是吧 是吧 你就相当于这有两张纸 还就一张 这还有一张纸 两张纸 一张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文档流 那么正常我们的我们的标签就在这里面正常排序 对吧 那么我可以给他打轮数 我从这边拿出个标签 那么其实我们认为他上面还有一层 只不过这层是透明了 可以吧 我把我拿出来那个 放到这一层上面 是不是就放到这个顶角上了 对吧 就相当于把这个时候放到上面这层的顶角上来了 那么你会发现 是不是就有重叠的这种现象了 看到了吧 那么我们认为下面那层就是文档流 上面这层就啥聊 浮动流 其实就相当于两层一样 他上下两层 怎么现在浮动流里边有东西吗 现在浮动流里是不是没东西啊 那么 浮动可以使元素向左或向右移动 直到它的边缘碰到包包含框或另一个浮动的浮动框的边框 那么由于浮动框不在正常的文档流中 所以标准文档流中的呃 框表现的就像浮动框不存在一样 什么意思 我这个拿起来是不是就像在上面一样 对吧 那么如果我把底下的这个再拿起来 我也让它左浮动 那么它往哪输 它是碰到上一个截止 对吧 你让它左浮动 其实我是不是要靠左边啊 但是我往上边拿的时候 它是不是发现它左侧有一个 它的浮动流里边左侧有一个呀 那么它是到这个流这 就说挨到这个框这 它是不是就截止了 那如果让它在左浮动是不是这样 那么还可以往哪边浮动呢 往右边浮动 这叫浮动 其实就相当于上边是不是又有一层一样啊 是不是相当于上边又有一层一样 我只不过把底下的这层我给它打乱 把这个拿出来 那么给它放到哪去了 不是放到上边去啊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你看着的话 那么我再把底下的这个也拿走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我这样它俩都走浮动 是不是这样它俩就挨着了 是不是就像我们以前的那种效果就有了 对吧 那么这是文档流 什么叫文档流 什么叫浮动流 在这里做了一个解释 或者说你就记住 文档流在下边 浮动流在上边 那么文档流这是正常我的标签的一个 一个一个排列的一个顺序 对吧 那么我从文档流里边把标签拿出来 放到浮动流里边 那么是不是在它的上层又加了一层啊 对吧 那么上层没有东西 是不是就直接顶到我的顶端 左上角的顶端了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浮动 浮动其实就一个属性 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呢 浮浪特 它有什么 right和life它 浪特就是左浮 right就是右浮 我就说 浮浪特是啥意思呢 靠 在这我都能见错 在这能吗 靠 我也真是醉了 那么我要让它左浮 就是把它从文档流拿出来 放到哪 放到浮动流里边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靠左边放啊 那要往右浮呢 是不是靠右边放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浪是默认之者啊 甭管它 那么浮的属性定义元素在哪个方向浮动 通过浮的属性实现元素的浮动 那么以往这个属性总用于图像 使文本环绕这个图像的周围 不过在CFS中任何元素都可以浮动 那么浮动的元素会产生一个块即矿 而不论它本身是任何元素 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行内元素能不能浮动 行内元素浮动完 你就认为它是一个块元素 能理解吗 行内如果元素如果浮动 如果你把它浮动 哪去呢 你让它浮动 这是一个行内的 我们刚才说 对吧 那么它就浮动到这儿来了 对吧 往左浮动 那么你再让它浮动 你就会发现 它不会把这个覆盖 它是什么啊 挨着它 挨着它 为什么挨着它 因为上一个浮动完 它就相当于一个块元素 它有一个浮动框了就 那么我们再一次浮动 碰到这个浮动框 它就才截止啊 就就停了 对吧 那么如果浮动的 浮动非替换元素 则要指明一个明确的宽度 否则它们会尽可能的窄 就说 你要浮动的是这种什么呢 如果浮动的 这样的 我们一般是有什么的 有宽度的 能理解吗 那么宽度呢 你要设置 如果你不设置宽度 那么浮动完之后 假说 这个是死办 它该多宽 就多宽 能理解吗 它很窄 它会根据它的内容 就那么宽 你浮动完之后 你就可以给它设计什么 设计一个宽度 让它更宽一点 来 继续 我们先看来这个左浮动 那么这有两张图片啊 DIV1 DIV2 DIV3 DIV4 对吧 那么你看啊 右侧 右侧 DIV3按什么 遮挡了DIV2的一部分 不看它了 我们自己来写 来 我们写一个 就仿到这个写 讲这个浮动 浮动 第几个是是今天的 啊 第五个 上午就比较难练习吃了 是不是 问你们啥都不靠谱 那我感觉 那么写出几个DIV啊 DIV DIV1 DIV2 DIV3 DIV DIV4 有四个DIV对吧 那么给它们设置一下 属性 哎呦 STY 警号 DIV1 都有 宽 对吧 都有 高 对吧 都有白光的 Color Color 对吧 1的 2的 3的 4的 那么我让它在矿刀路不一样嘛 那么它是200px 50px Ride 100px 100px 或者说130px 比较有1 50px 50px 哦不要50 60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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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页面 现在还是不够的 是很正常的 对吧 现在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页面 对吧 那么我们干什么呢 让谁浮动一下呢 我看看啊 让这个DIV 让这个黄色的浮动一下 那么给这个DIV2 加一个啥浮动呢 是不是加一个flot啊 flot 让它left浮动 看一下效果 刷新 那么 有啥效果 反正一样是变了是吧 哎 到底怎么变的呢 我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啊 这个就是100和100 对吧 你发现 他没有说刚才像我们上到最上面 对不对 哎 那么他的浮动啊 刚才我们这个画的是讲个原理 对吧 那么他的这个浮动 他不是说拿上来就会放到最上面 他是放到哪呢 真正的浮动 他是在我的当行 那么下面这个如果在浮动呢 他会遇到上面这个再停 对吧 因为我们上面是第一个浮动 是不是啊 你看啊 我再来一个浮动 再让谁浮动呢 啊 DIV3 DIV3 flot left 来 再看一下我刷新 下面那个他是因为啥呢啊 你看着啊 我这个我再给你画个图 啊我们有一个长的一个一个啊 啊 DIV对吧 这是不是还有个 哎呦 我们这有一个对吧 啊 接下来这还有一个对吧 接下来是不是 这还有一个啊 那么你让上面这个浮动 那么我是这是第一个浮动的吧 对吧 那么其实我的浮动流是从哪开始的 他不会从最上面开始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原理对吧 他在他这当前 他就是一个浮动流里第一个元素了 是吧 那么我再让哎呦 我再让下面这个浮动 那么是不是他会碰到第一个浮动的带浮动框的截止啊 是不是他浮动到这了 对吧 那么最底下的这个呢 最底下啊 他会往上走 能力吧 文档流里边是不是已经 这点元素 我们上边 上边有有两个元素啊 是不是已经进行浮动 那么文档流里还有吧 如果我仅仅只浮动这个这个这个第二个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两个是一次性都往上顶了 对吧 文档流和浮动流是不是不是不在一起啊 我说他是分层的是不是啊 你拿走他 那么他说就 我在文档流里的把这个DIV给他拿走 啊 那么剩下的这些就怎么样 是往上走了 啊 因为文档流已经没有这个结构了 对吧 那么他就进哪个流里去了呢 他是不是就在浮动流 如果第一次浮动 没有你你现在你能找到有个带浮动框的吗 那么他就是那个浮动框了 不动 那么 哎呀 这个再浮动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是浮动框了 是不是才能到这里来 这就导致我们刚才看到的现象 我现在只让谁浮动呢 只让DIV2来浮动 第二DIV这个黄色的是不是就拿到上边去了啊 底下的蓝色和那个屎 这个人家叫屎色 他们俩是不是就往上走了 相当于一个黄色是不是在这个蓝色的上面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让这个蓝色的 啊 再浮动 那么如果这蓝色的浮动蓝色的和黄色的是不是同品就相平了 但是底下那个屎是不是就上上边去了 对吧 你可以让你那你的屎啊 长一点 你还能看到你的屎 对不对 你的屎的黑暗色 是吧 是不是往上走了 但是这个长度我也不确定是多少对吧 好了 那么这就是浮动 嗯 那么这个你就甭看到了啊 这是举的例子 那么刚才这个左浮动看懂了吧 啊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这里边把这个DIV拿出来 是不是放到哪去啊 放到浮动流里边去啊 但是如果第一次拿的话 没有一个浮动框让我停止 对吧 那么我就在我当行这里干什么 停止 对吧 那么 如果我再让他浮动 那么发现是不是上面有个浮动框了 是不是在这就停了 那么下面这个屎是不是就往上走了 就被盖住了 是吧 这个浮动的原理看到了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写两个两个什么呢 来个死吧 那么这个里面啊 这个是太长了 不看他了 你还想看死啊 那么你看 这个 如果现在都没浮动的话啊 都没浮动 刷新 他是不是在这儿呢 他是不是在这儿呢 对吧 对吧 那么你看呢 我让这个黄色的浮动 刷新 没啥大变化 没啥大变化 对不对 那么我如果单单让蓝色的浮动 刷新 嗯 哎 他哪跑这儿呢 他哪跑这儿呢 是不是啊 那么你想啊 那个屎啊 让他长点 你看长点就无所谓 是吧 那么如果这个屎要让他短一点 啊 那么你会发现如果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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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要短 你会发现这个SS就跑到哪去了 跑到蓝的后边去了 他就跑到哪个流里去了 浮动流里去了 看到了吧 哎 因为啥我这个这个SS他是不是进不去啊 他是不是就默认直接进到浮动流里去了 看到了吧 那么我们啊 先放在这吧 那么左浮动啊 这里边稍微有有一个图 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这里边就是什么 哎呀 这里边哎 是了 靠靠靠靠 这边 这边这些这些框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就是左浮动啊 左浮动之后 这个div的右侧是不是可以再浮动上的一些东西啊 是不是就能同场排列了 要不然我们得设置是是啥呀 是不是让他变成阴烂啊 阴烂Block 对不对 但如果变成阴烂Block 如果我这个本身复级宽是800 一个是400 一个是400 阴烂Block能行吗 不行 因为阴烂Block默认两个 两个电位之间是有一个 兼具的 对吧 那么浮动会不会有问题呢 是不是浮动 浮动是不会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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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